对付失眠很好的方式就是冥想,不仅可以促进睡眠,还有改善认知,提升注意,改变人的气质等主多好处。 同时,它也会增加大脑皮层的厚度,让人在身体和心灵上得到双重的改变。 冥想和催眠的区别在于,冥想是通过个人的主观意志,谈定内观和放空,而催眠是基于引导者的带领,调节和信念的植入。 这两者都有促进睡眠的效果,如果能够进入到冥想状态中,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做一做的。 冥想、瑜伽、太极等活动,都是一种对抗焦虑,促进身心合一的很好方式。 人在早年的创伤经验会改变大脑的结构,比如前额变薄,海马体缩小,性人和增大等许多负面的改变。 前额变会负责认知、决策、注意力等功能。 创伤所导致的前额叶皮层变薄会导致人的注意力涣散,也就是容易走神。 而长期坚持冥想刚好可以修复大脑的前半区,包括负责认知注意的额叶,自我认知功能的导叶等。 那前额叶的厚度增加了,注意力也会相应地得到提升。 另外一方面冥想也会改变一个人的气质。 如果你持续冥想几个月或者几年之久,那么你所散发出来的气质也会格外像一个室外高人。 这是从神经化学的维度做出的调整。 冥想可以调节人的血清素水平,这是一种能让人感受到平静喜悦的神经地质。 它会和压力激素皮质唇发生结抗作用。 科学家在敲除了小鼠的血清素受体后,它会表现出更多的不安和恐惧。 而血清素的作用就是,敲除这些负面情绪让人恢复平静。 像很多的抑郁症调节物质都是在调整人的血清素在利用能力。 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恐惧,那么它自然会给人一种摆脱了世俗羁绊的超脱感。 看起来自然是会给人一种很厉害的样子。 失眠的一个很重要心理动因便是焦虑。 人在思考压力和警觉状态下,大脑更多的会呈现出13到32赫兹的β波。 这个频率区间和人的情绪、信念和行为有关。 而人在闭上眼睛或者进入到放松状态以及体力了断后的疲劳状态, 大脑更多的会进入到8到13赫兹的α波状态。 它会与人的灵感和直觉有关。 并且人在睡前的恍惚状态也是α波。 所以调节人的脑波也可以调节人的内在状态。 我们可以通过呼吸、放松、音乐等方式调节自己的脑波频率。 或者有一种著名乐器、送波。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东西的声音。 它确实可以对脑波以及睡眠状态起到调节作用。 音乐天然就是一种疗愈的波动。 甚至是雨水的沙沙声,只要是能够让人感受到平静放松的事物, 都是一种疗愈心灵的关系体验。 相反,孤独思考就是一种让人不平静的状态。 它会激活人的胶感神经,抑制人的负胶感神经, 然后让人难以进入到睡眠状态中。 这个虽然提到过很多次了,不过还是挺重要的。 如果你想要睡个好觉,那么睡前最好少刷嘈杂视频, 要尽量减少大脑的纷乱,虽然这很难做到。 高焦虑的人心烦意乱是不容易静下来的, 包括我这种常视频,能够耐心看完也是挺有挑战性的。 这大概属于一种平静悖论, 冥想等活动可以减少焦虑促进平静, 但是焦虑的人很难进入到明显状态中, 所以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就不太容易。 不过大家也不用灰心还是有方法的。 不好进入到明显状态还可以催眠, 不喜欢催眠的还有送播音乐等, 或者搂着爱人睡觉也是一种可以让人感到心安的活动, 总会有一种方式能够让你感到安定。 催眠可以让你植入一些放松或者疗愈的信念, 会在无意识中做出一些正向的调整, 然后再去进入明显状态相对就容易很多。 冥想的有效性研究有很多, 其中一个是找了20个有长期明显经验的志愿者, 以及15名没有明显经验的对照组, 然后用核磁共振扫描大脑, 计算厚度,对比区别。 结果发现冥想组的一些脑区确实比对照组要厚, 除了之前说的额叶, 被强化的脑区还有前扣带回P层和导叶等, 这两个区域比较有趣, 都和自我认知和自我感知有关。 神间症的人强迫焦虑抑郁这些, 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自我感知和自我认知都偏弱, 人的这个功能增强了, 那么人格的力量也会跟着被提升。 我的视频一直在强调自我和自我功能, 这个东西对人的心理健康, 人生幸福等议题真的非常重要, 自我是虚弱的, 人就会是痛苦的, 自我强大了, 那么世界也会变得豁然开朗, 所以我比较推荐大家多去做冥想正念之类的, 而且这个东西还不用花钱, 最重要的是, 它会给你一种和你自己在一起的感觉, 让你获得一种活在此时此刻的能力, 人如果能够安然地活在当下, 享受此时, 那么可能就没有什么东西是需要再调整的了, 只需要去享受生命与生俱来的真实与鲜活, 当然走到这一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 这是一种长期的学习积累成长和面对, 可能需要面对一些你曾经不愿意面对的伤与痛, 还可能需要找回一些被你舍弃排挤的真实, 这些都需要你有一种强烈的想要变好的动机, 成长的本质就在于去忍受和直面那些你所畏惧回避的东西, 为了你想要的生活, 为了你心中的爱与自由, 那么请像一个勇敢的战士一样, 为了你自己去战斗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